他们为深圳今年港口集装箱吞吐 将达到200万标箱而感到高兴 并表示要继续抓紧抓好口岸改革 深圳在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上 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非常正确 在全国利用外资成果展期间 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 吴仪 胡启利 铁木尔 达瓦买提等 也参观了深圳展区 参观这次成果展的国内外观众有10万多人次 绅士记者报道